奧運會 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夢想吧 四年對一個女子體操運動員來說 能堅持下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的就是會裡奧運會就一步直遙吧 我也會咬牙堅持 因為必須頂上去 為了自己這麼多年努力要這樣吧 在最好的時候做最好的自己 展現給大家最好的一面 訓練的基礎是咱們高高興興的 把咱們訓練這個汗水給展示出來 咱們的目標是終極奧運會 因為現在是每一個腳步 細節都非常重要 能夠發揮出它們最好的水平 這就是最好的戰法 上午10點 中國女子體操隊的隊內測驗即將開始 這是最後一次的東京奧運會選拔賽 隊員們都顯得有些緊張 你看他們老歐跳不下來 小綠蜻蜓今天 我說今天是一棵白菜 白菜 比這更形象 中國隊加油 好 加油 好 中國體操隊 第三次 測驗 奧運選拔 現在開始 一隊員入場 11名隊員分成了兩組進行選拔 其中7人都完成了個人全能的較量 幾名隊員為了控制傷病 並沒有完成四下 雖然出現了一些失誤 但隊員們依舊表現出了不錯的經濟狀態 21歲的張景 最終獲得了個人全能第一名 今天測驗自己感覺挺好的 然後就大膽去做要領就可以了 緊隨其後的韋小元和盧玉飛分手相同 根據打破評分的規則 韋小元排名第二 盧玉飛排名第三 整體還可以 就中間有一項稍微有點失誤 後面調整得還可以 總體來說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咱們出現一些失誤呢 這個咱們好好總結 但是團隊的士氣非常棒 咱們中國隊加油 當進隊的時候呢 咱們原因上面比較短缺 就是有點在困境之中吧 這三天來吧 這個從世界上 從配備上啊 都比三年前要優化 要有很大的進展 三年前的夏天 喬良接過聘書 正式成為了 中國女子體操隊的主教練 所以按照這個模式去練一下 按照比賽的模式去練一下 以教練員的身份 再次走進熟悉的體操館 喬良有了不同的感受 開始吧 手不用起砲了 對 有很多的 這是很多技藝 在這個館裡面 在這個訓練局裡面 做一個教練的身份呢 來個幫助年輕的一代 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老師的心願 過去吧 我們可能中國運動員 就高頻比較強 規格質量比較高 讓喬良 一個就是要改變 我們的一些訓練理念 另外一些在跳馬和自由超 方面的一些技術訓練 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變化 喬良曾經是 美國女子體操隊的主教練 培養出約翰遜 道格拉斯 萊斯曼三名奧運冠軍 請喬良擔任 選中國女子體操隊主教練 就是希望在東京奧運會上 中國女子體操可以有所突破 08點以後呢 這個女隊的情況 在走下坡路 現在的情況並不是特別的樂觀 而且我感覺非常地不樂觀 但是呢 這也是我為什麼 回來願意還個心願的 爭取能夠在東京奧運會上呢 能打出一個體操強國的 這麼一個風範來 你做得已經很棒了 你再突破一點 你就是非常輕鬆地去做 你掉什麼眼淚吧 不是 做得這麼好嗎 今天 非常完美了 你就按照這麼去做 我就非常滿意了 好極了 好極了 喜歡他的訓練氛圍 很開心 大家是很積極向上 而且是個集體那種 互相鼓勵的一種 小老來了 不光帶有技術 然後訓練的方式 還要主要是團隊的精神 整個女隊就一起練通 一起加油 然後一起練力量 這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 2018年雅加達雅運會 中國女子體操隊 實現了團體十二連貫 和個人全能貫亞軍的包覽 同年的多哈試錦賽 女團收獲銅牌 拿下了東軍奧運會入場券 同時劉婷婷在平衡目比賽中 獲得金牌 回來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我覺得這個改變的形勢 已經非常喜人了 但是從這個低谷走出來 不是說一下就能跳出來的 都用這個一滴一滴的汗水 來完成每一個腳印 我還是充滿了期待 來就好 2019年世界體操競標賽 在擁有悠久體操歷史的 德國小城斯圖加特舉行 雖然中國女團 沒能站上領獎台 但是在女子個人全能決賽中 16歲的唐希敬表現出色 她在跳馬項目有個小失誤 其他三項都發揮出了 自己的最佳水平 在平衡目上 她克服了資格賽時 兩次掉目的心理障礙 完成得乾淨俐落 最終唐希敬總分 僅次於拜爾斯 獲得個人全能銀牌 第一次參加試錦賽 就追平了中國選手 在該項目上的試錦賽最佳戰績 意味著離東京更進一步吧 我們就要去試錦賽 networking 給他們吃緊了 他們拍中原本之後 骷髒的 菱 megap頸 很不容易 還不容易 就是跟孩子高興不容易 安靜訓練還是比較辛苦 還是那種 條件不是特別好的那種 不讓他跌到這個水平 確實在自己也會不會太多了 唐錫靜 今天唐錫靜其實表現出 咱們中國體操女隊的風範來 把她的訓練的實力 真正能夠表現出來在這個舞台上 非常為她高興 也是非常為我們這支團隊而驕傲 首次參加試錦賽的李施嘉和琪琪 也有優異的表現 李施嘉獲得了平衡目的同盤 琪琪闖入跳馬決賽獲得第五 這三位2003年出生的女孩 讓人看到東京奧運會上 中國女子體操隊的希望 但是強大的拜爾斯 依舊體現出難以超越的統治力 她以五枚金牌結束了本屆試錦賽的征程 並增加了兩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難度動作 中國女子體操隊 面向東京奧運會的備戰 並不輕鬆 我們回去以後要握心長膽 抓緊訓練 提高我們自身的實力 雖然這次比得不好 但是我仍然對我們東京 對我們未來充滿信心 2020年初 女隊就兵分兩路 一部分隊員在廣州訓練 但是受疫情影響 6月12日才返回北京 另一部分隊員 一直在國家體育總局的體操館 進行集訓 延遲了一年 我們有一些臨時的選手 加進我們這個團隊來 他們有一些還有一些潛質 應該有些難度上的短板 特別是在跳馬自由操上的短板 還要去彌補 有一年的時間 可以細細地去抠 提升難度 然後自己思想 動作的穩定性這些 此前獲得試錦賽 個人全能銀牌的唐希靖 在這個東西的備戰也更有重點 現在來說試錦賽的話 就是過去試錦 因為試錦賽比完就一切清零 然後就想著備戰讀一會兒 整個動作來說要提高質量 還有就是把能力提上去 因為能力上去了 在最後一個動作的時候 還可以做好嗎 我其實有點像蜗牛 雖然很慢 但是在動 從現在開始算 比明年冬江運會 還有410多天 很快 其實真的很快 已經不允許我想蜗牛 慢慢地往上爬了 因為你要真的想跟上別人的話 別人是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我還是想蜗牛往前走的話 我是永遠趕不上人家的 就是連別人的腳後根都過不到 其實疫情對我有一種改變 想了很多就覺得 自己不能再像之前不訓練了 從哪改變 怎麼控制意識 怎麼像鐵重 怎麼自己調動 我現在就是先不想別人 先是怎麼樣能上團體 訓練的成果必須經過比賽的檢驗 全國體操錦標賽 作為疫情後第一場正式的體操賽事 是中國女子體操隊練兵的好機會 早上9點 體操女隊的隊員們 來到酒店的走廊集合 進行早操訓練 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早上基本上內容就是 跑步 柔軟 七零腿 我們再加上衛量 備戰中京浪運會 每一天準備工作都非常重要 那咱們今天就由各種教練 從現在開始自己講話 好 請看 歐玉山是東京周期 最令人期待的隊員之一 她基本功紮實 身體條件好 動作難度高 賽前訓練中 歐玉山的膝蓋和腳受傷了 她退出了全國體操競標賽 這對於本來就缺乏大賽經驗的 歐玉山來說 又少了一次實戰的機會 當時膝蓋傷了 害怕不 不怕 怕不 又不覺得外衣傷得嚴重 要參加不了也會怎麼辦 也沒想 真想 因為我覺得她沒有那麼嚴重 就像心裡有數 她就不會害怕 她還 她挺能扮的 對 這還是責類吧 性責大 來 過來 痛了嗎 忍忍一會兒就好了 歐玉山是天賦比較高的運動員 她屬於 但是她的骨骼 肌肉這個狀態 就像有點像玻璃人一樣 訓練的負荷量增大以後 她有時候傷病也就出來了 現在這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復當中 胃還有痛啊 又沒有痛 再來一次啊 喜歡 雖然劉婷婷在賽前一個月 還因突發水痘而隔離休養 但是她以資格在第一的成績 進入了個人全能決賽 並且成功未免 在東訊中 提升了高低槓平衡目 和自由操三項難度的微小圓 則在全能比賽中摘得銀牌 特別特別緊張 然後上的時候教練就跟我說 要大膽做藥力 然後放開做藥狠 不能虛 想著發揮到最好 就沒想太多名次 齊齊獲得了跳馬和自由操兩枚金牌 管晨晨拿下了平衡目金牌 還有著難度高達7.1分的 平衡目成套儲備 這在國際上都是一流水準 我對運作員的這個表現 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的 從這個小將 偉小園 還有款晨晨 他們這次表現的都非常的 讓人覺得有一種希望感 這人才的厚度啊 團隊精神啊 包括咱們團隊能力的提升 我覺得還是 我還是挺欣慰的 東京奧運會前的最後一個東訓 是從為期兩週的高原訓練開始的 為了調節隊員們的情緒 更好地備戰東京奧運會 中國女子體操隊來到了雲南昆明 第一次來雲南 他們都說來雲南會有一點高原反應 但是我覺得還行 大架子的時候會感覺喘不上去 就是要喘很久 高原訓練對運動員的心肺功能 有很大的提升 到這來已經進行兩次 三千米的一個跑步了 因為準備奧運會 還有七個多月的時間 兩週的一個轉訓 所以也是做好成套訓練的 一個體能的儲備吧 女隊在緊張的訓練之餘 也有了片刻的輕鬆實況 我摔的機器也不會摔 三 二 一 二 四 注意安全啊 注意時間啊 有開到嗎 有開到嗎 來了 游過來了 來了 來了 丟不下去啊 你們放在手上 沒有 他們不扔 他們不游 好壯觀啊 一次都沒有了 飛了 飛了 第二姐姐的聖酒 節奏 教堂的休息時間 歐玉山來到了體操館 進行理療康復 每天都要做消炎嘛 做理療都是消炎 從昆明回到北京後 歐玉山在東訓的重點 一直是控制傷病 很著急 然後看著別人練 就心裡也不舒服 但是也沒辦法 自己也練不練 好笑 本來還是只能每天做事聊 他自己也著急 孩子確實都不錯 傷了以後都好容易養上來了 自己也著急 其實都沒什麼大事 說這個我就出汗了 他的跳馬和自由超 他下來都是最好的 另外還是最高分 你現在跳馬是缺的 另外他還有平衡目的重點 所以一直掌握著練 女隊將進行三場 東京奧運會選拔賽 對於歐玉山來說 需要儘快從傷病中恢復 我現在的傷病恢復得比較好 其他三項也在慢慢走起來 自由超減了一點難度 也是因為腳的情況 然後木上的都挺好的 我這次全競賽的計劃是比四項全能 2019年試競賽後 一直受傷病影響的李施嘉 也恢復了個人全能 這個動物的軌跡沒有什麼太多問題 所以只要給你一點勁兒 你就什麼人在那 插一口氣 對 就插一口氣 插一口氣插一點自己發力 回個子裡行了 插個自信 知道嗎 就插點自信 你要有自信的話 你什麼問題都沒有 同樣狀態好轉的 還有盧玉菲 21歲的盧玉菲 在六年前全國清運會上一戰成名 但是進入成年組之後 盧玉菲飽受傷病困擾 這不僅影響了她在國內賽場的表現 也使她錯過了多場國際賽事 其實那個時候 就自己可能想得就是太簡單了吧 就想法不是很成熟 然後每天就是訓練 訓練 訓練 然後就有傷病嘛 然後傷病比較多 然後每天就覺得挺痛苦的 因為傷病很 就是很難受 然後訓練的時候又練不好 就每天就會擔心自己這裡不行不行 然後呢就是感覺練不下去 所以我特別感謝我的教練 還有就是那些我的隊医 我每天訓練可能就 因為傷病多嘛 然後下來以後他們就會 就是幫我治療嘛 然後就會說沒事沒事的 就好了 然後呢教練也會就是每天幫我 就是說 沒關係你只要頂過去了 什麼都不是問題 那個時候她確實碰到了傷病 然後也泄氣過 然後因為從我到國家隊來 菲菲就一直 我就一直帶著她 那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首先教練員是不能放棄 每一個就是想上進的孩子 當她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頂住 來 這裡買了 你一定會有心事 喬島就是今年嘛 東訓一直在這裡陪著我們 就一直跟著喬島的計劃 目標也比較明確吧 就是每一天都要有每一天的就是進步 因為喬島其實也每一天都關注我們嘛 然後呢也給我們加油鼓勤 然後呢我就覺得 就是練起來也沒有那麼的困難 然後呢就自己也就每天就 積極向上的去訓練 菲菲算是一名隊裡的大隊員 她的這個訓練呢都非常扎實 後面對她的挑戰呢也比較大 因為你目標要是定得高的話 挑戰就大 但是這個孩子從這個訓練態度上啊 教練和教練的配合上啊 都比較實實在在的 所以我有一個比較好的期待 為了提升自己的全能難度 盧宇菲一直在練習 難度分為5.6分的跳馬動作 重圓720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動作要領沒有完全到位 但是調整的還可以 加油 繼續加油 這看有點希望了 對吧 頂著好 稍微一點點 跳馬呢對於咱們女隊來說 打這個團體的這個仗呢 還是比較一個重要的環節吧 所以我們教練來說呢 也在這方面也都投入的比較大 我覺得自己還是稍微欠一點自信 就是可能對動作還不夠放開做的 我對這個要領可能就很虛 然後到後來調整好自己以後 大力去做要領 因為動作有了要領 你自然會做好 我們在稍微花費一點時間 在解決意上心理上和技術上的問題呢 我覺得他跳馬還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手 我們在稍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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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說 什麼是幸福感 就是一點一點達到自己的目標 實現自己的夢想 夢想是參加奧運會 對 談談今天下午有什麼感想 今天下午 膽大心細大膽做 還有一個結束音就這樣 對自己有什麼要求 今天下午 把平常去練都做了 不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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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訓練的基礎 現在是咱們高高興興的 把咱們訓練這個汗水給展示出來 咱們的目標是終極奧運會 現在是每一個腳步 細節都非常重要 相信自己 好 今天上午就到這 解散 謝謝教導 謝謝教練 從五月到七月 中國女子體操隊 進行了三場 東京奧運會選拔賽 中國女團的奧運陣容 也逐漸明朗 在2021年的全國體操競標賽中 盧玉菲延續了訓練的高水平 個人全能決賽實現反超 收獲了金牌 因為很少登頂獎台 就是可能覺得自己勸切一個機會 對自己來說 然後這次也正好鍛鍊到自己了 隨後她又在第三場奧運選拔賽中 成功完成了此前一直練習的跳馬動作 重圓七百二 更自信了 然後就對自己更有把握一點 張錦獲得了2021年全國體操競標賽 個人全能銀牌 並且在之後的兩場選拔賽中 都排名首位 這個孩子訓練作風非常的踏實 現在目前的訓練狀態 是處在非常好的一個 這樣對我們中國女隊 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 是非常有利的 保持住現在 以現在心態去比賽就可以 真的就是會療癒 會現在就一步吃藥吧 唐希靖從年初的手掌傷病中恢復 第二場選拔賽獲得了個人全能第二 她也在努力克服自己 進入狀態慢地確定 這幾個動作都已經不錯 但是還是要再更好些 怎麼在看壓力的情況下 能做好成功 西西的狀況 她現在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從技術 動作規格質量 還有穩定性 包括她的心理狀態 自信精神 都是在逐步地提升 而且是一個非常喜人的狀態 被寄予厚望的歐玉山 一直在積極地控制傷病 還是先保持著其他項目的成套訓練 然後再看腳的情況 我也會咬牙堅持 因為必須頂上去 此前狀態出色的李施嘉 很有希望入選中國女團陣容 然而她在訓練中膝蓋受傷 缺席了兩場奧運選拔賽 在四川進行了治療之後 她回到了國家隊 繼續進行康復訓練 大家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前期我們不見了一些 老損性的傷病 包括嘉嘉的在上海頂了一下膝蓋 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奧運會越來越近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地在調整 爭取一個最好的技術狀態 身體狀態和心理狀態 去促進奧運會 美國體操女隊的選拔賽 也決出了奧運名單 拜爾斯領銜的美國女隊 在團體和個人項目上 都擁有很強實力 跟美國隊的難度比 我們還是有欠缺的 當然跟俄羅斯隊比 這個周期我們平衡目的整體的水平 包括規格資料還是領先的 美國隊 俄羅斯隊 包括日本隊 東道主也不能忽視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對手就是我們自己 整個團隊的狀況都非常地棒 我覺得技術我們練到位了 能把自己的真正的狀況 能夠達到最佳狀態 能夠發揮出訓練的水平 那我們就是贏家 我是中國女子體操運動員 范逸玲 我是中國體操隊盧玉菲 我是中國體操隊劉婷婷 我叫唐歇進 我是來自廣西南寧的歐玉山 我是來自湖北市首的管晨晨 我是來自四川成都的理事家 我叫魏小元 我叫琪琪 我是中國體操隊張錦 廣東隊的羅瑞 安徽隊選手何立成 好的結果是靠每天的積累的 不是等不出來的 我既然上場了我就要做最好的自己 在東京奧運會上 發揮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為福德爭光 為福德爭光 為福德爭榮烈 為中國體操隊增添精采 中國隊同樣的 是很精彩的